朋友们大家好,感谢关注大伟,咱们又来到藏友的家中,然后看看最近他收了什么好东西,有没有合适的,咱们能拿下,来,咱们看看。 杰哥今天够喜行的,感谢杰哥放漏,这是杰哥一点一点攒的这么十九瓶老九,让我全一枪打了,有这个,就是金王子是什么? 金酒,金王子,铁皮贵,铁皮贵,白水渡汤,流洋河,百年牛兰山,这个喝呀,送人呀,来个朋友啊,这都行,然后呢,这边,这是一个乾隆嘉庆时期的,看见幼水多棒,而且是全美品,青花,冻石,花卉的这么一个大罐子, 然后那边呢,还有几个,看,我就是挑了这么一个,然后很多人都问,这罐子除了陈舍,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? 这只罐子就给你做了解答,我们看里面,有很多这种点心的渣子,内脊爪不算毛病,过去呀,这都是往里头割点心,割鸡蛋,都可以,装东西的吧, 然后这个之前卖过是一个民国时期,团贺文的这么一个文房全品的一个调色牌 这个棒,这是豆青,高加白,五福捧寿,而且画的非常细 后面是大清乾隆年制,这种大清乾隆年制款的呢,要比橙化年制款的路份要高好多 可惜的呢,这儿有个飞瓶啊,然后这儿也有个飞瓶 透过这个飞瓶,我们看乾隆时期的这个胎质啊,是多么的细糯,又白又坚硬 这东西在拍卖会上,我看都拍一万多啊 然后,这是前两天潘家园,咱们收了一个 然后卖了,这又收了一个,这是清中期左右的一个祭兰的炉子啊 底足,多么的干老 这个还有三个足 然后,没毛病全品 里边这是烧窑,窑脸 但是呢,后边没事 刚才还试了试水呢 然后这个就是今天在杰哥这儿的收获啊 这是就拿着玩了,这不是真的松石 这真的松石那就值钱了啊 关注大伞,每天都在逃火的路上 点赞,转发评论,下个视频更精彩 感谢杰哥方乐